MING PAO CANADA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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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又是小編4為非 相信等喜歡玩 Microsoft Fight Sim的朋友 也記得一手推動 Fight Sim直升機熱的 High Performance Group 他們出了個免費的Airbus H-135直升機 空前成功後 就去開發收費版的Airbus H-145直升機 雖然他們宣布H-145會有三個機型 分別是文用、圖畫和軍用型 不過自從去年8月開始向早期的玩家 發佈了BETA版以來 一直都沒有軍用型推出 直到今年農曆新年年28 High Performance Group 終於在BETA9正式推出 軍用型的H-145M 既然拖了那麼久 究竟拖了4-5個月 製造出來的東西 有什麼特別的呢 原因就是 他有一些其他 Fight Sim的機器裡面沒有的東西 就是 設有少有的可以發射的 FZ275LGR 激光導向火箭 雖然去玩一下 不過都挺過癮的 因為Fight Sim一直以來 雖然有戰鬥機 但是可以發射的武器就不算很多 之前都有機關槍的東西 而加上H-145M的火箭 中了彈之後 會在地下留下彈孔和煙 所以就令到軍事迷很興奮 官方說他們是整個輝仙裡面 第一種可以發射的火箭 不過如果大家有買這個Beta版 或者先行入手的H-145這個版本 可能會發覺 年28出的Beta-9 火箭的吊槍只有12發的火箭 所以我們一旦射到飛火箭 就要轉頭去機艙後 按那個子彈架 來補充子彈 這樣就挺煩的 所以一點都不夠後 幸好是不到半個月 H-145MG H-145MG 在昨天發佈了Beta-3 Beta-10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加了500發子彈的機關槍 同樣可以在地上造成一些 蛋煙、蛋幕的東西 就可以讓大家盡情開火 發洩一下在疫情之下 哪裏都沒得去的元氣了 在設定武器方面 大家可以透過機師面前的平板電腦 來安裝火箭吊筒和機關槍 大家還可以安裝多個 只有樣子的瞄準器 不過當然啦 這個瞄準器就幾乎沒有效果了 只有樣子而已 另外呢 透過平板電腦 大家還可以打開機側邊的機門 如果打開了機門的話 大家就會看到有3個士兵 左邊有2個 右邊會有1個 連貨物 連武器混進去 大家可以玩玩玩玩玩遊戲 帶軍人去特襲基地 另外呢 去到Beta 10 之後 大家可以透過平板電腦 來補充彈艙 又可以設定左右兩邊吊架的武器 有什麼不同 或者可以兩邊一起裝好所有武器 到了Beta 10 大家還有一個做法 就是可以透過飛機本身自己中間的MFD 來做飛機設定 真實感就更加強烈了 追求真實的話 大家會希望可以把火箭發射制 在H145M的直升機上提供了一個軟件 給大家去MAP這些搖桿 除了MAP一些預設的搖桿 之外 大家還可以去MAP其他 比如說Refill散夾的功能 讓大家可以自由地按鈕 就可以再補充火箭子彈 玩得更加爽快 當然啦 現在的H145M還是Beta階段 瞄準也挺難的 加上其他玩家都不會見到你開火 所以都是自high為主 如果大家想玩這款H145M軍用直升機的話 影片說明裡面就有High Performance Group的連結 大家可以去給錢購買 但是如果你想玩更真實的軍事模擬飛行的話 那就要留意一下DCS啦 因為上個月DCS那邊都出了一架直升機 就是AH64D28旗直升機的早期預覽版 導致很多軍事迷都想買直升機的搖桿 和Collective這些配件去體驗一下軍事享受 加上輝仙這邊年底就會正式官方支援直升機 所以今年直升機迷就一樣會有很多東西玩的 還要提一提大家 3月輝仙預計會有兩次大型的update 首先是3月1日出的SIM update 8 和蘇聯安托洛夫AN2相逆機 而3月稍後時間未定日子 又會有歐洲的伊比利亞半島 即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world update 8 而第三輯的Logo Legend 會推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德國盜利爾盜 動耳飛艇 值得所有輝仙的玩家留意 如果大家想搶先試玩一下3月1日的SIM update 8 現在都有機會 因為Microsoft那邊已經推出了公測版本 而如果你是SIM的SIMer 可以在SIM Client進入去 FlySIM的頁面 按右手邊的齒輪選內容 然後在左邊的菜單選測試版 再在Pulldown menu那裡選SIM update 8 就可以搶先試玩 大家不要錯過這個機會